這個貓咪你們知道嗎 這個貓咪你們知道嗎 他就是會學你講話的一個貓咪 會學你講話的一個貓咪 你很吵喔 你不要給我吵喔 你不要給我打他喔 電玩女神 你們還記得你們當初第一支智慧洗手機是什麼嗎 我本人是HTC 當初我HTC在學校就是 每個人都把我當神耶 然後那時候上課一定要偷玩一些小遊戲 所以我們就來回顧那些我們上課偷玩的小遊戲 開始 第一個是這個小章魚跳跳跳舞 我相信大家都很懷念吧 我們play 有點忘記怎麼玩 是左右這樣 不可能那麼快死吧 馬上再來玩一曲喔 我已經抓到訣竅了寶貝們 我跟你們說當初啊 這個遊戲 很紅就是上學一定要跟同學PK那個分數 然後這個堂皇有沒有很跳耶 有直升機 我很強喔 我有這個防護罩 這是什麼 火箭啊 Oh my God 我買個越來越難喔 各位 我覺得 很緊張耶 那是什麼 好痛喔 好痛喔 唉唷 跳跳跳 好這就是一款 會讓你得躁鬱症的遊戲 現在要來玩這個當初很紅的切水果遊戲 其實滿療癒的耶 有一波水果來洗 我很危險耶 什麼意思 有炸彈 我們要避過那個炸彈喔 當初就是大家一定要切水果 沒有切水果你就是很肉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很熟悉呢 憤怒的小鳥 剛剛憤怒的小鳥射這個珠珠 我們馬上來射一下 這幾個珠珠可以死掉 我都派最殘珠手了啦 以及殺30隻珠珠 藍色的小鳥 我記得牠是不是有特殊的能力 變三隻耶 很讚喔 現在新版也有很多特殊的能力 好玩 這個遊戲呢 是我當初很愛玩的一款 大殭屍遊戲 這個遊戲就是要拚手術 很恐怖喔 來 我們馬上來嘗試看看 不可以失誤 這個遊戲不可以失誤 我記得我當初會玩這個 玩到手抽筋 然後一定要跟班上的同學 炫耀說 我打很多隻耶 我打到什麼顏色 我很厲害之類的 我好像有點想 跑到未老王我 我打到綠色 我的天啊 四萬多分 應該是有點去哪 看網友可不可以蘋果記錄 這個貓咪你們知道嗎 這個貓咪你們知道嗎 他就是會學你講話的一個貓咪 學你講話的一個貓咪 你很吵喔 你不要給我吵喔 你不要給我 打他喔 打他喔 打他一下喔 好啦蠻可愛的 小時候就很喜歡跟這個貓咪講話 我知道 這個是一個抑制遊戲 就是你要割掉那幾條線 要讓這個青蛙順利吃到那個糖果 重點是你還要蒐集星星喔 不是那麼簡單喔 你們看我完全沒有蒐集到星星喔 怎麼辦 很難耶這關 我吃到第一顆星星喔 再過去 過去 嘿嘿 我知道了 就是一個抑制遊戲 我覺得他後面真的蠻難的喔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會花盡腦汁在想這些事情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BGM很熟悉呢 我相信當初糖果這個遊戲應該是 給我大紅吧 超紅的那種 就是你去醫院啊 都會有聽到一些阿公阿嬤在等候去 就是 SWING Sugar Crush 然後這個遊戲呢就是 很簡單就是 有一些組合 例如說 這個長條的 滑過去它就是 對然後還有這個炸彈有沒有 我們就是給它 然後它就是會過任務這樣 就是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一個消磨時間 我相信有一堆 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就是很愛玩這種遊戲 這個也是一個相當懷念的遊戲 就是植物大燈糧食 我們要種一些植物去打殭屍 我覺得這個遊戲現在玩還是有一種 很懷念很舒服的感覺 很療癒耶 而且要用這個石頭去擋那個殭屍 然後那個殭屍就會去咬那個石頭 而且它會有大魔王耶 不過我今天真的是沒有時間 跟你們打到什麼大魔王 然後種這個太陽然後它就會有 那個陽光嗎 然後陽光你撿起來就可以去 攻擊那些小石 反正很嗨啦 這個遊戲我覺得蠻好玩 當初也是很瘋迷一時耶 這是非常經典的跑酷遊戲 讓我們當初沒有 那麼高級的介面 它是二版的 好這樣就玩一下吧 我當初玩這個都會很緊張 因為就是一定要跑到終點啊 我當初都覺得這個東西有終點 它會越來越快 然後越來越難 我當初玩這個真的是很開心 Oh my God 這是什麼 什麼什麼水耶 為什麼會有水 我們當初沒有水喔 我們當初是單純跑而已 好玩耶 新版的很好玩耶 要幹嘛要幹嘛 我還要躲下去耶 真心好玩耶 請問阿絲要多久 要潛水潛多久 新版的很好玩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下載玩一下 我回到陸地了 它會越來越快喔 越來越快 這樣 Oh my God 我覺得它有在快樂喔 它很讓我緊張喔 一甩一味 神龍百味 第二版蠻好玩的 它有一種先進的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感覺 我相信大家都有種香菇的經驗吧 我剛剛在拍影片前 我已經就是有給它培養一下 所以我現在要上去收成我的香菇 Oh my God 都爛掉是怎樣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把它療癒的拔起來 所以它是爛掉的 當初應該是大家都要種耶 如果你沒有種香菇真的是遜耶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香菇可能是 就是帶黃罐的啊 很漂亮的啊 跟我一樣的 圖鑑 它有圖鑑可以看嗎 我給你們看一下圖鑑 反正它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種的香菇 你可以慢慢去栽培 但我是沒有那個閒時間 可能之前小時候有啦 但現在真的沒有 然後就是一個培養有時 還蠻療癒的啊 拔的時候可以把那一堆掉拔起來的感覺 好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電玩女神今天有點累了 很多小朋友會私訊我敲碗說 我想要看藥藥拍遊戲 我今天right now就拍了 就是為了你們這些小朋友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更懷舊 更厲害的遊戲 歡迎私訊給電玩女神 今天真的是一個景深一峰 記得要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好不好拜拜